标准公事委员会所进行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标准公事 而是一个边双Moxer打工仔工作休息时间行为 所以我们今天新村瑞伊首持枕头 希望表达打工仔业有更多休息时间的意愿 而在途中我们示威期间给老安和其他职员的拦阻 我们之间稍为有一个测试 然后有一个示威者就需要去这个医院厌商 强被人抗拒住 我感觉有一个人抗拒住 但我不知道谁来的 希望我们的行动可以引起大家对标准公事咨询的关注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咨询是一个假咨询 大家关心标准公事 关心争取打工仔 基本权益